寄來做一個補充 有 那時候醫生是有開鐵劑 因為就覺得說臉色整個都會 整變蒼大 妳吃點餓嗎 吃啊吃啊 要補血 女生最可憐 永遠臉色蒼白 就是照血也沒有男生好 那流血流得比男生也好 對啊 多辛苦 女生好辛苦喔 來 其實我們建議的睡眠時間 至少六小時 六到八小時都是可以的範圍 但是我們現在發現 當我們的睡眠減少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一些荷爾蒙 我們的一些分泌素 都會開始改變 首先一個是 胰島素敏感度 胰島素敏感度就跟糖尿病有關 胰島素敏感度下降的時候 你可能糖尿病的問題就會早上門 就是三高的問題 再來它其實在我們睡眠品質 或者是睡眠的整個 這個我們說品質啊 長度啊都比較少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 壓力技術它就是在 應變緊急狀況的 所以它可能就會造成血壓的問題 再來呢 其實在我們有些女孩子 會比較注重自己身材的時候 你睡得不好 你也會讓兩個激素改變 一個叫做飢餓素 飢餓素呢 當它上升的時候 其實你的進食會 它好像很像 對 它會好像我現在在一個 冬眠的狀態 我需要有能量到我們身體裡 所以包括你吃東西的 這個欲望會比較強 它吃進身體裡 轉成脂肪的機會比較高 飢餓素會上升 受體素會下降 受體素是會幫助我們 減重的激素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說其實睡眠 過去都認為 就睡得好 精神好 以為只有這樣 現在就會發現其實睡眠 它跟代謝症候群有關 它跟我們很在意的外觀有關 之前其實美國很久以前就做過大型的研究 它把這個我們睡覺的時間 從兩個小時開始 一直到這個比較長的時間去做個比例 右邊這個比較亮的藍色 就是小於7個小時的 它發現說當這個右邊的這個槓槓是BMI值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體重 如果比較胖的人BMI會比較高 它發現小於7個小時的人 它的這個明顯的體重是往上走的 所以它發現說如果你睡得越少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你的這個肥胖的機會就來得更高 那其實我們知道肥胖跟很多原因有關 比如說你比較少運動 因為你可以想像 睡得少的人他可能工作很忙 可能這個沒有辦法運動 會累累的 對 跟基因有關係 可能你爸媽比較胖 所以呢 後來瑞士就有人把它做了一個 這個把這些我們剛剛講的運動因子排除 這個我們說遺傳因子排除 它卻發現說其實仍然一樣 我們當我們多睡一個小時 其實你這個未來變瘦 就是你的這個肥胖的機會會減少50% 就是多睡一個小時會減少50% 所以我們還仍然是建議說 其實不管是你在怎麼忙碌 如果你對的外觀仍然是有所期待的人 你的睡眠品質是相當重要的 真的 因為我們會看這個減重門診 我記得有個病人 她很可愛 她是一個這個很年輕的一個這個小女生 胖胖的肉肉的這樣 那她來的時候她就說她很困擾 因為其實看起來真的沒有很胖 那她就說她大概在這半年內 她胖了10公斤 那的確嘛 她雖然沒有很胖 她過去很瘦 她過去真的很瘦 那後來我就會問 通常會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吃的是不是很多 所以我們就請她做飲食紀錄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飲食真的也沒有吃的特別多 再回去問她在半年前她開始加入了新的工作 所以從新工作開始之後 她可能一開始正在準備適應工作環境 她每天都3點睡 早上可能7點就起來 換言之她一天頂多睡4到5個小時 是完全不足的 那後來我就跟她建議說 其實說實話你的這個減重 你自己的生活沒有改變 你比較難受 後來當然是有配合運動跟飲食 但是最後她睡眠品質 我們要求她至少6小時 那最好8小時 後來她就真的覺得好像 她以前過去硬剪剪不下來 就剪得比較順暢 她在3個月剪5公斤 我覺得可以了啦 就是說她其實算是 她就覺得說滿意度很高 我要講的點是說 其實睡眠我們過去的感覺 好像都不把它當一回事 認為熬過今天就可以了 可是這種現象盡量要縮短 比如說你明天緊急事情 你少睡OK 可是如果以長遠來看 天天來講的話 你睡眠品質好還是很重要的 睡眠的長度其實固然很重要 其實睡眠品質也蠻重要的 有時候有些人 我之前有個病人 她一天都睡大概9個小時 4個小時 可是起來的時候還都很累 她是會開車的時候打不睡 剛才她以為是什麼是什麼 觸睡症 然後後來幫她做睡眠檢查 發現她就 所以她其實雖然睡了很久 她睡眠品質很差 其實這樣對身體其實也沒有比較好 我太太現在就是會有這種問題 她原本其實她是一個非常不好睡的人 然後每次我回家可能就是要必須跟忍者一樣 就是要捏手捏腳的 然後甚至要 憑著那個床鋪這樣滑上去才能會吵醒 她很容易驚醒她 她很容易驚醒她 但是後來換了床墊之後 她就開始 會打呼 然後睡得很好 可是現在越來越誇張 是她的打呼聲是越來越大聲 而且會那種呼到自己 好像噎到一樣 對 然後變成是我睡不好 有時候舌頭厚倒 所以我現在就懷疑她是不是有睡眠中止症 對 這個可以做檢查 對 這個需要做檢查才可以 大家以為檢查去睡覺 沒有 不能睡 可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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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們真的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像我爸跟我媽 兩個明明都會打呼 他們會為了誰打呼比較大聲吵架 然後我爸就說 你看你昨天打呼把我吵醒 然後我媽也說你打呼也很大聲 所以他們其實自己好像不太會有發言 睡夢中會吵架嗎 不會 可是兩個都好大聲 我們覺得是被對方吵醒的 對 而且會換檔你知道嗎 加速 會加速 這個打呼大聲表示有熟悉吧 打呼大聲就是代表你肌肉比較放鬆 可是它變相的就是 當你的肌肉放鬆壓迫到呼吸道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呼吸中止 因為你困難太熟了 你舌頭就講 蓋了氧氣不夠你就 對 好像好像 對 所以這種人千萬不要喝喝醉酒 對 而且這種因為常常失眠的時候 去開那個鎮定劑安眠藥 肌肉放鬆劑 更危險 有時候更嚴重 睡眠劑中止會更嚴重 對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 他來他是金錢症候群 我們剛剛也討論到有關這個神經的部分 那金錢症候群我們最常就建議病人吃的就是 因為改善這個神經的部分 還有這個循環的部分都會改善 那結果這病人他就跟我講說 奇怪 詹醫師我怎麼沒有吃你的藥沒事 我現在吃了你的藥以後 晚上都睡不著 結果後來一問 他那個B群因為他說 怕忘記吃藥 所以那個維他命B群他都睡前來吃 那個心神就好啦 對 那變成說整個都不會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說 這個藥性還有說吃藥真的也是要注意 搞不好就是一個小的問題 後來就叫他說 你一定要記得白天吃 如果你忘記的到中午 那天就不要吃了 之前我有一個案子 他就是上班族的年輕女生 然後他來的時候就是 滿臉都是很大顆的痘痘 滿臉喔 兩邊長滿滿 很年輕可是很滿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這應該是很久造成的痘痘吧 然後就問他 結果他說沒有 這是兩三個月才這樣 他把兩三個月前的照片拿來給我看 真的是很乾淨的臉 然後我說那怎麼可能 這兩三個月就這麼嚴重 他才說其實這兩三個月他們公司改組 然後他同事兩個離職 全部工作都壓在他身上 他壓力變很大 回家真的睡不著 然後所以就開始冒鬥 那在我們中醫來說 其實這就是很典型 睡覺不好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 就是全身都會有可能 有一些發炎的狀況 那像是他也出現一些 比如說他開始 停尿 然後覺得尿尿的時候會痛 然後或者是 就是下午過後會開始發熱 身體發熱那種狀況 那這種情況的話 就要靠中醫去幫他做一些 它才會比較好 對然後所以今天在這裡 就跟大家介紹一個 安神的茶飲 它裡面就是有一個 我們中醫的 乾麥大早湯 就是紅棗 胡小麥跟乾草 那它主要就是幫大家 滋養新陰的 然後另外就有 枝母可以清新熱 然後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酸棗仁 其實很多 就是中醫就是 讓大家好睡的藥裡面 都會放這個酸棗仁 那酸棗仁的話 通常如果你去藥房拿的話 會拿到一個藥袋 那如果你這整份藥裡面 有酸棗仁的話 就是酸棗仁通常會先放下去 滾10分鐘 然後其他要再放下去滾10分鐘 這樣就好了 對 有藥人的味道耶 奇怪 有藥人嗎 沒有 沒有藥人 還好你自己說藥人 藥人 像不像藥人茶 不甜的藥人 只是比較淡的 有沒有濃的 那裡面有個酸的是 酸棗仁 應該是酸棗仁 酸棗仁 酸棗 失眠者會找 預防醫學來問嗎 對所以就是說 現在就是說 是一個文明病 大概就是說 國人裡面 百分之三十左右 都是有這樣普遍的問題 好高耶 然後大概就是說 百分之八十 都曾經有過 睡眠障礙的問題 睡眠障礙到底要如何克服呢 廣告回來告訴你 失眠者會找 預防醫學來問嗎 對所以就是說 現在就是說 是一個文明病 大概就是說 國人裡面 百分之三十左右 都是有這樣普遍的問題 好高耶 然後大概就是說 百分之八十 都曾經有過 睡眠障礙的問題 所以現在就是說 睡眠障礙 它不只是影響到健康 就是說藝人也好 它會容易忘詞 就比方說 你拍戲 忘詞 然後剛剛陳醫師說的 肥胖 還是一樣 就是說 我們在睡眠當中 就是說我們 就是淺眠 生眠 如果在睡眠當中的時候 它是 大腦